如果當年,2003年我看到這支錶買回來 我今天就不得了了,發過豬頭了 所以這一集你千萬不要錯過 一個只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年輕品牌 最近在這個收藏家圈子裏變成焦點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FB Sean 究竟要認識這個品牌 我們要知道什麼 它有哪些Signature的設計和工藝 BD款是最具收藏價值 為什麼這個品牌這麼值得坊間所有的讚譽和追捧呢? 其實在我做拍賣的時候 FB Sean已經是很多人留意的品牌 1999年的時候才成立,其實很年輕 但這個品牌特別是幾年 很受到獲得或拍賣行的注意 不是說它以前沒有人注意 以前來說,可能比零售價高出20%至30% 那些人都已經很開心 現在叫做拍賣價是比較瘋的 現在拍賣價的升幅是四、五倍的 而它早期的陀菲林滿錶 直接去到千萬級別 在拍賣會搶了錶王PP的風頭 但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它呢? 首先透過三款錶 來看看FB Sean 經得起收藏家的鑑賞 和挑剔的目光 從FB Sean來說 它有兩個系列是主打 也是成名作 第一系列是2Beyond 而第二個是共振的滿錶 這位鑑賞 它一出道 第一支錶是做陀菲林 在1991年的時候 已經由Basel 推出了自己 第一支是Risk Watch 它總共做了三支 2Beyond手錶 有兩支 買給收藏家 一支是自己帶回 當然 今天眼光看 只是陀菲林 很多 在90年代 甚至到2000年 2Beyond 也算是一個很特別的 每個品牌都有能力做 即是做顧客也好 我賣錶也好 我們不會隨隨便便 把陀菲林在廚窗上 以前很難很難看到真心 所以 1991年的時候 做第一支陀菲林 是很不得了的 更加厲害的是 它在陀菲林碗錶當中 加入了這個很前衛的裝置 碗錶準不準確度 其實就是好看 那個輸出的動力 夠不夠穩定 這個裝置 就希望令到輸出的動力 不論你鍊尾還是鍊頭 它都是這麼穩定 都是這麼大 令到那個平衡擺論 都很穩定 變成一個錶 就會很準成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裝置 現在這幾年才有品牌 突然說做這件事 好像雅典錶 或者是芝帕錶 都有一個類似的裝置 它們很多時候叫做 Constant Force Exhibition 一見到這些膏震 你自然想起了 我記得自己當年 2003年的時候 我第一次接觸 差不多是早期的 Resonance的手錶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看到它 為什麼機身後面有兩個 平衡的景色呢 到今時今日 這個設計都很穩定 這個機身其實是兩組擺論 以及兩組的機器 功能上面 就好像一個量地時間 因為其中一個可以指 Hometown 其中一個可以指 你的目的地時間 這樣 這個Resonance的碗錶 其實靈感 是來自寶基先生 過年代 他們已經做了一些鐘 如果其中一個擺論 因為外來的 擺動 令擺幅不正常 影響了它的速度 另一個擺論 就會傳到一個震頻 過來 跟它修正 就產生了一個共振的效果 令到走時 就準確這樣 Abbichon 對這種共振的現象 非常興奮 是很熱愛的 在1983年的時候 他嘗試 去製作一種共振功能的效果 他很喜歡 在古董鐘錶上穩定感 因為Abbichon這個人 出生 14歲 跑到他伯父那裡 去做實習 原來他伯父專門 去復收一些古董錶 他就在那裡學師 一年之後 他真的很荒謬 就進入了一間 Watch Picking School 專門 去復收一些 古董的鐘錶 這隻Abbichon 可以說是早期的作品 收藏價值 會比其他更高 他的動作是用 手錶 去製造 又因為他已經 不再出出 手錶 所以成為了很多 收藏手錶 可以說是 一個 手錶 來的 Abbichon 很忠於過去 18世紀 一些造標大師 那種的 理念 或者傳統 就是機芯 是用金去打造的 但對於一個初創的企業 是用金去打造 成本很高 那他怎樣 同造機芯 然後上面 倒了一層 Rodium 露上去 其實這個是很 comment的practice 在Watch Picking Industry 去到04年 他就開始 停了 用Brush 開始改用紅金 做Movement 現在這個市場 大家追回03 04年之前的機芯 你還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早期classic Abbichon 手錶 上面有螺絲釘 其實在那個年代來說 是很大膽的設計 我是很給他這個顏色 吸引的 一見難忘 錶盤 10Dial 是在手錶的手錶 當你一戴上 撥開一點衣服 就能看到時間 所以當時設計這樣 是一個實質的用途 可以說這些已經成為了 今天 Abbichon 一個很標準的設計 要欣賞的手錶 當然第一件事 就是它的工藝 它的功能 這個一定走不掉 但是 這個手錶更加能夠 打動到我的心 是因為這個品牌的老闆 兼了一個Watchmaker Abbichon 他造錶的理念 最新的精神 設計完 錶盤 然後 才要研發機心 其實是困難的 現在很多時候 品牌貪方便要快點 可能機心的佈局做好了 然後由Dial設計 然後做機心 就難得很多 由組裝開始到完成 都要由一個師傅去爆發 其實之前你聽說過 其實空間也有這種堅持 不過 不是所有錶 不是所有的模特兒 都可能是價錢比較貴 或者高級 但是 Abbichon 每一隻錶 都要由同一個師傅 由頭做到尾尾 After Sale Service 都要由這個師傅 去照顧它 就好像一個New Born Baby 這樣解決了 其實如果大家要留意一些 所謂的 很成功的 Watchmaker Franmuller 他曾經何時 在90年代 嘩 絕情是全世界瘋狂 對這個品牌 而這個品牌 也都很年輕 嘩 一賺錢之後 你會見到 因為我們去 他們那個 訂貨的地方 或者去招待我們的時候 有看到很多名貴跑車 都放在那裡 即是你覺得 這個品牌賺到錢了 去買東西 去做Marketing也好 享受也好 但這個品牌 就很down to earth 他賺到的錢 除了提升 它的工廠的能力之外 他都會在外面 買一些古董錶回來 穩靈感 不是去法拉里那裡 以前我都在我自己的頻道 提過 導入制錶來講 很好玩 設計很獨特 跟一般傳統的品牌 很不一樣 但跟人有關心 我都經常說 萬一他撕到粒 萬一他不做的時候 那壞了誰 跟我打理 Bichon這個人 也覺得他很有前瞻性 萬一 希望當然不要發生 我家公司真的不存在的時候 怎麼辦呢 他會說他會把這些手錶的組裝的手冊 會供諸之勢 很有心去照顧那些顧客 其實現在的中標行業來講 你看到好像百花齊放 很多品牌都怎樣怎樣 但其實已經量化了很多 你不靠機器的 你怎能做到這麼多標 出來賣 支援這個行業 這個是生意角度層面 沒有後悔要賺錢 但如果你想從行業來講 依然保留一些象形的精神 我覺得是很需要 Albichon 或者Google Force 這些品牌這些人 說真的 你能夠支援購物的時候 起碼你自己的工作事業 都有一定的成就 所以Albichon 有這樣的理念的時候 可能話多話少 你可能都會認同 或者可能你現在做事 跟它差不多 所以其實這個標來講 我覺得不是單單 就是買它的工藝 其實買了它背後 這個Watchmaker 做事的理念 這樣還不夠分嗎 二、三十萬標 買成過百萬 早期托分人 你托分人很漂亮 都不會過千萬 為什麼我今集 想跟大家說Albichon 過去經常都說 那些標沒有投資價值 買了要不要贏錢 還是怎樣怎樣 熟悉的朋友知道 其實我不是很鼓勵 朋友仔去炒賣 特別是努力士 你買一個標回來 明明是十萬元 為什麼炒到三十萬 四十萬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鋼標 沒有什麼公毅可言 不過它很準確 是一個好的工具標 但是今天呢 這個品牌呢 它兩者都堅固到 Albichon這麼熱手 就是我發現到 很多床家買回來 真的自己 但是它不捨得賣出去 賣了買不回來 始終是有 supply and demand 的問題就是 它一年 都做八百隻左右 九九年成立 到今天 都不夠兩萬隻標 喂 做得少 現在有HIT 我買了買不回來 其實當中我發現到 有很多女性的收集員 而Albichon的標 以前它的標的尺寸 是少於四十 它又不太厚 女士都帶到 Colique 19 這個客觀環境 也都造就了它 很多熱錢 進入了中都市場 已經不是單單PP 而AP仲道律師 兩個品牌 都擁有整個市場 已經多了新的玩家 即是Google Force Wishout Mule AP 在二手市場 還做得很好 其實都是走 Luxury Sports Watchers 剛剛吃正的潮流 不過 Albichon 我覺得這個玩家 更加特別 因為它完全不是走 現在流行的 Luxury Sports Watchers 當然它還不會再瘋 今時今日經濟 這樣的環境 我有保留 收藏價值很主觀 我以為有收藏價值 我以為有 你說沒有你的事 總之我喜歡 我喜歡 投資價值的 都不如你作主 是市場告訴你 這個標籤值得錢 這個東西 我個人控制不了 這個標籤 你真是appreciate 你真是喜歡的 然後就放在這裡 它升值的 你就當成一個 add bonus 但是它不升值 也不要緊 起碼整個過程當中 你享受這個標籤 享受跟它在一起 愛好是自由的 希望大家 在手錶收藏當中 都獲得這種自由 問問大家 Albichon裡面 有哪個標籤 你特別喜歡的 擁有過 或者擁有 Albichon手錶的朋友 他們又帶了什麼 樂趣給你們 留言告訴我 再見